大家好,我是老张 在前几期视频里边 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既有住宅家装电梯 很多朋友对此生感兴趣 纷纷打来电话询问相关事宜 问题里边最多的 就是具体到我们家这个楼行 适合哪一种家装形式 今天我就带大家实地来看一看 哪一种楼行适合哪一种家装形式 现在家装电梯主要是两种形式 一种呢就是平层入户 另一种呢就是错层入户 所谓的平层入户呢 就是电梯停靠的高度 和咱们所在的楼层 是等高层 所谓错层入户呢 就是电梯停靠的高度 是在咱们原来步行楼梯的半层 那个位置 下面我就带大家实地看一看 什么样的楼梯结构 适合什么样的入户形式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根据设计图纸 带大家实地看一看 两种电梯形式到底长什么模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平层入户的电梯 呼叫 咱们去四楼 看一看 好 四楼到了 平层入户 这是入户门 中间是救援通道 中间的是救援通道 里面是原来的步行楼梯 咱们测进去看一看 步行楼梯 这是另一侧的入户门 和电梯停靠的高度 等高 想装成平层入户的电梯呢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从楼梯的外部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入户门需要凹进去 而且这种近身 必须要达到1米5以上 也就是在这个侧面 有足够开门的空间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错层式电梯长什么样 呼叫 咱们还是去四楼 好 四楼到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四楼 要到四楼 就需要走这个半层 回过头来 再去看看电梯 停靠在楼层 与楼层的管台处 这就是所谓的错层式电梯 像这种楼梯结构 近身达不到1米5 或者是楼门和这个楼梯 平齐的 就只能装成错层的电梯 但是我们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